年轻是拼搏的资本,很多人都希望借着年轻搏出一番事业,到老后能够爱想晚年,但是有时候付出不一定会要回报,资本的投入可能没有好的,收获甚至把自己的生活得更高。 当时夜未闯出一片天第二年轻,已不再是我们的标签时,我们变得谨慎,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只想找个安稳工作养家糊口,可是夜拼搏从来不只是年轻人该有的,大器晚成的人也很多,比如我下面给大家讲的这位,外卖时代的到来给我们的善事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 但是有一种食物一直是外卖不可替代的,它是深夜凌晨没有外卖的最佳选择,更是蜂蜜全球成为好几代人的情怀,这种食物就是我们超市,里都能买到的方便面。 天将将大乱于四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恶其体肤,这句话用来形容泡面鼻祖,安藤拜伏原名吴拜伏在血喝不过了,曾经两次入狱,多次破产,却并未放弃自己拼搏的那股劲。 1910年,出生在台湾的安藤拜伏,从小父母双亡,由金银筹断生意的祖父呆大,22岁时拜伏带着父亲的遗产来到日本,从事起了针芝品生意。 当时,处理针芝品的商社稀少,他的事业越做越大,可没想到的是由于战争,日本颁布的物资统治令,断了他的财路。 另谋出路的安藤拜伏开始做精密机性的制造,结果遭遇到了空袭,工资被炸毁,自己却因为合伙人私吞物资成为替罪员而入狱。 监狱中的已是恶劣,让安藤拜伏深刻地体会到食物是最崇高的东西。 出狱后的他决定投身食品行业,用冰工厂留下的铁板,通过倒海水制造盐的独特方法进行制盐事业。 当时,一批商人正策划成立一家信用社,决定让安藤拜伏担任理事长。 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身为理事长的他搭上了所有财产,再次入狱。 安藤拜伏跌入了人生低谷并未就此让命,虽然没有了年轻时候的热血方刚,却积累了人生大量的经验财富。 匹基泰来一直说的是那些从未效命运低过头的人。 安藤拜伏带着财富,开始自己的又一次东山再起,而这一次让他登上人生巅峰。 安藤拜伏第二次出狱后,正好赶上了二战结束后的日本。 当时假败后的日本处于一片混乱,到处年不聊生。 国家出现粮黄,大多数粮食来自美国的面粉,为了让市民更好食用,政府将面粉做成面包。 但对于主食为大米的日本根本不喜欢面包之类的面食出了面条。 可面条制作工需长,保存时间短,想要吃上一碗面条,需要等上很久的时间。 这就让他萌生出了想要制作一种能加入热水就能食用而且保存时间长的食物。 1958年,他在自己住宅后面,搭建了小屋用来研究方便面的制作。 为了找到制作的方法,他每天只睡,不到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基本拿来做实验了。 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在妻子油炸彩摇天附罗找到了灵感。 他将面条放到油里煎炸,把面条的水分炸盖,独创了瞬间油油干燥法。 最终发明出了方便面,方便面的问世受到极大的欢迎。 当时的日本处于经济复苏的阶段时间不发快速,而方便面自然成为市民首选的食物。 同年,安藤百福成立了日清食品公司。 一年的时间,方便面的销售量就达到了百万包。 他的事业开始真正事上,又26年的拼搏取得了一次成功。 而在这26年里谁都体会不到他创业的心酸。 执着与信念使他坚持了下来。 公司开始走向正轨,从来不会一直顺风顺水。 由于方便面的热销,别的商人也从中看到了商机。 到了1965年,日本出现了360家方便面制造公司。 竞争者的不断加入导致日清公司的利润和市场份额频频下滑。 员工降薪、裁员、方便面价格的下降开始不断发生。 日清走红的同时出现了许多闪寨产品。 这些产品制造粗裂,甚至还引发过食物中毒事件,严重影响日清食品的口碑。 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安藤并没有像以前一样选择转航,而是带领公司走出重重困境。 为了区别日清食品的正身,安藤百佛开创了在产品上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先河。 为了从竞争者中走出来,安藤百佛决定开拓市场。 他将目标指向了美国,当他带着包装的方便面,向美国搁打超市,介绍自己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美国没有合适大小的瓷器来泡面,于是便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款用杯子装起来的方便面。 碑面,碑面地位是让公司摆脱了困境,公司的利润自然也就上去了。 安藤百佛也通过这次事件认识到,只有创新才能让公司屹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他开始不断研究,改变味道,全面拓展品种,于时俱进开始作有创意的广告和宣传。 2005年,95岁高龄的安藤百佛,还亲自发明,可以在太空上食用的太空面。 他一生发明的方便面种类,能够放在一座活物馆后人们观赏。 而第一款方便面的问世,却是在他48岁那年。 时代周堪也将安藤百佛,平时为世界进步,做成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 安藤百佛一生之中都在拼搏,年龄并不能成为放弃拼搏的理由。 恰恰相反既然已经将青春奉献出去了,又可尝心甘情愿了就此收手。 十年青春换来了一个更成熟更睿智的自己,却因为一句累了想要放弃,就可尝不是巨大的损失。 也许你已经有了一份安稳的事业,你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愿你能够像安藤一样不失拼搏,抗住事业的压力奔进拼搏,为自己的家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走开